大黑风遮伤案例 2019年7月7号晚间7点左右 我被大黑风遮到左手心靠近大拇指处 当时很痛 邻居说抹汽油管用 抹了汽油以后疼痛有所缓解 但大拇指手心、手背处开始肿 并且越来越厉害 遮伤当天到晚上9点多 肿胀还在加剧 咨询滋身制工后 先把肿处搓上厚厚一层姜粉泥 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然后用红豆袋温敷 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后 大拇指前后的肿削了很多 手背靠近小指处还在肿 再就是手腕横纹往上肿了约12公分的长度 我把肿处又全部搓一遍姜粉泥 然后整天用暖贴温敷着 到晚上基本上就消肿了 临睡前又搓了一遍姜粉泥并温敷 第三天早上就恢复正常了 遮伤24小时后 遮伤48小时后 我很容易过敏 平时被蚊子咬了 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好 这次被大黑风遮了 能这么快康复 完全得益于原始点的知识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优优独播剧场——YK